今天這間店 無論從環境上、味道上 整體給出來的食飯氛圍 名副其實的保障店 很久會碰到一些很有底氣說出來 它就是寶藏店的一個店 Saya 是嗎? Saya 她Saya Saya 坐中間了 有大一歲 大家好 正因為看到這位網友的留言 沒錯,拍視頻這麼辛苦餵什麼 餵的就是一煲漂亮的黃線飯 事不宜遲 我們這次直接從台山方向出發 Let's go! Let's go! 說明黃線飯是台山的特色美食 選擇肯定是會有非常多的了 我們今天就不去抽熱鬧 不去翻牌那些比較人氣高的黃線飯 今天要翻牌的就是我們現在面前的 名叫茶樓 但是它不是一個茶樓 是一個以黃線飯以出名的茶樓大排檔 我們叫它好嗎? 剛到這裡一看到 你肯定就選那兒了 很特色 第一反應是覺得它很像那種 老師的教學樓 來來,還是熟悉的環境 Slogan一下 到了到了到了 哇,這種建築 上樓台上樓台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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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跟我說一起坐 多個人聊聊天 我們是老坑 老美坑 你們是胡瓜 你們的焦氣重盤 9點鐘的太陽 9點鐘的太陽 晚上9點的酒瓶 直陽就開始有酒瓶了 我們這些是黃線飯 吃一碗飯 吃一碗飯 你看,你自己一根是根本 根本 這是鹽蝦醬 我看到這個甜酸蛋 是比較多人的 是的 紅燒醬有 那些也很多人 鐵板才有 鹹蝦醬也是台山的特色 鹹蝦蒸豬肉還是鹹蝦炒菜 鹹蝦蒸豬肉 兒腸是什麼 兒腸 豬仔腸 你們在臉部 在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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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炒豬仔腸 黃線飯的蔥和分開 是不是沒有燙 是 謝謝 你們18歲 這裡有 30歲都來了 看看誰最年輕 最年輕是你 最老是誰 最老是誰 不是,是最老是你 這個人 我們三個是誰最年輕 最年輕是最有盟 他最有盟 我們三個是 93、94、95 你95年? 人上人,95 95之尊 我們負責搞三、搞四 根本是95字尊 搞三、搞四就跟個95字尊 又粗多些大體 對,對,漂亮 走多一點路就像紅色 喝了酒,還有很多酒粉 對,對,對 這位爺爺實在太多 我又蠢蠢欲動 淺淺地看看人家的口齒 爆炒鮮油 剛剛問完 現在開始出我們的菜 我們四浮以待 這個浮腸 浮腸的就是什麼 豬山腸 豬山腸一樣 那些是最有的 爽口的 對 好 我們就在上面 嗚呼 很香的 我站在超遠都聞到了 已經不需要過多介紹了 這個鏡頭給你們感受一下 給大家趁熱散一個人來 剛剛新鮮出爐的第一大屏幕 給你們先吃 這個顏色 這個框子 而且它的分量也很多 有一個 有一個 仔牆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說的 山牆 就是叫法不同 其實就是 這種車子 看著就知道好吃 準備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打個燈先 3 2 1 分量好大 分量是真的大 要了一斤半的黃山 從畫面上可以明顯看到 粒粒分明 掀一下看看 裡面都要往西壓過 他已經給我們辦好了 要點猜一下 有沒有翻焦 有 有 沙亞 沙亞 他沙亞 坐中間 坐中間 坐中間那個沙亞 現在他們看著我們了 1 2 3 做你生日快樂 這個黃師傅剛剛介紹完了 這裡也是台沙的特色 鹹蝦醬 正宗豬肉 很大的鹹蝦醬味 這個其實有少少像我們平時 吃開一個五樓炸 大牠這裡叫 這對蛋就漂亮 酸 好漂亮 沒有點錯 我們 沒錯沒有點錯 點得漂亮 來來來來 試一下點 驚驚驚驚驚 好漂亮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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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呢 以為我們在拍照 就和熱情湊過來合照 反正跟著歡呼就完事了 那就直接開始了 來來生日快樂 吃菇吃菇 来来来,直接第一碗,从黄鲜饭开始 谢谢,谢谢,谢谢 每一口都有黄鲜啊 这是我第一次吃黄鲜饭,真的好吃 哇,真的好吃 好像没这样被经验到了 黄鲜饭也很多啊 台山的另外一个特色 超好中饭 这个很下饭啊 南虾酱蒸汁 再配上今天这个饭 水鸡鸡蛋 吃下一个甜酸饭 又是很下饭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很酸哦 它的甜大于酸哦 仔肠 我们平时吃的都是铁板山肠 拍个饭椒试试 哇哈哈哈哈 这个绝对是喜欢吃饭椒的人的最爱啊 最爱的画面啊 哇哦 吃薯片 哇 来来来来 今天的光谱行动 6677吧 遗憾落败吧 也不能说伤很多 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味道总结了 其实今天我们点的这一碗菜来说呢 每一碟都是适合好吃的 这个C位的黄鲜饭 它是能够吃到惊艳到的那个层次了 大家吃了不少的黄鲜黄鲜饭来的 好吃的 反正是指引到我了 对于蠕动的这种非常敏感的人很恐惧 但是我第一次尝试吃黄鲜饭 等你配起来非常好吃 它的料很足啊 我们平时那边吃的黄鲜饭它其实黄鲜是很少的 而且黄鲜是剁碎的 没办法感觉到你能吃到黄鲜的那个口感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米啊 它这里用的米好像就是台山一片的台山大米 粒粒分明 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湿 干湿度把握得非常之好 在我认知中这种蝦醬是最好吃的 又香又丑又咸 然后这两个呢 我觉得黄鲜饭水和它的锅气 都是可以在画面上体现出来的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满意 最后一个卡位标准的就是 看一下这个钱多少钱 232-233 往前发是多少钱啊你这里 一斤半年这里83 一斤呢就是50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那今天这一餐最后的埋单呢 230元 老板娘依然是收拾我们两银鸡 4个菜 一个主食 那就过了我们最后一个标准了 是比我们预估的会更加便宜的 今天这一间店 环境上面 从味道上面 从这个服务态度 整体比出来的食饭氛围 都是完完全全过了标准了 可以称得上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保障店了 真的是六边形战士了 而且它处在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非常美 环境也非常好 非常惬意 而且你看这儿的居民呀 来到吃饭的那些人呀很热情 其实今天来这边吃的 你有发现就是 有比我们更会吃的一些 我们能称得上名符其实的老饕了 他们的经验肯定是更丰富的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来到台山黄善饭在这里的招牌赛 如果不喜欢臭与闹的朋友 真的不需要去专门去翻牌一些 比较尔门比较人气的选手 很多收藏在每个村每个角落 那些本土型选手会更加之吸引 而且你会收获到更加意外的惊喜 好像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一片景 台山的第一盏翻牌 也算是高开了 希望我们在台山这几期的一路高开 继续保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真的说